阿萨跳到这个位置 我们看这个船长一刀的命啊 这边的估计朝鞋走不了 这两个血都不多啊 这边给中了CM一剑 再给CM一镖 好 这边没有大没有吸血 哎呀没吸血就死定了 我说蜘蛛没有吸血就是个贫血男 没任何这个 哎哎哎这个尴尬 蓝还不够TP 啊刚好够走了 那别人顺势上路了 你这家里也没人了 这个该见马克思见马克思了啊 噢噢噢噢噢 那应该GG了 我觉得没得打了 完全没得打 无非是被别人再 多杀几次而已 给一剑 专杀CM其他人无视是吧 哎呦哎呦 仰主一刀两刀三刀四刀五刀倒了 这个帕克能走吗帕克走了 那你基地不要了啊 基地保不住了 挺起 好 再给一刀两刀六船 躲过了六船还是 继续过来 小羊叔在抽的 我已经红了 直接跳走 F一个 船长这个位置 被标上再标 这一剑我们看超远距离 没收到任何人 买上一口 诶这个出来就不好打了 这出来怎么跟人打呢 你们还真把自己当 当花生菜了 诶好好好 超级赶来 倒了一个 这个QOP能挡吗 走了 能给一剑吗 SAT 给你个特写 我们看这个剑 哦漂亮 蛇中 潮汐又减速 倒了 可算在临死前 在这个临输前 打了一个YOS的杀戮 妖怪般的杀戮 不过还好 只是被开了这一路 但是翻盘的肯性也基本为零了 无论战略战处上都是精卫防 表现得更加出色 虽然说阿萨你碰我用的不错 但是不能给团队待生 就跟我们说看NB一样 这个科比拿60分 那个胡人也不一定赢 是吧 诶这边过来跳过来 发现没有可以嘲讽的 直接斩掉了 送了620黄金 这边用了死因素招出来 冰柱过来点一下一刀 再走再走 跳过来 紫苑了一下 腐王那边顶住 转转 F5标一个黑黄开了 我们看能不能一个人啃死一排 先啃的是KOP吗 再啃腐王 这边CM5还是被强杀了偷偷的 啃继续啃 扬住 别人可以跳走了 哎 还没来一跳 被彪一下打了 吐死 也有机会 但是呢 Vlog还在 而且呢船长也在 福王也好了 西瓦 打不了了 蜘蛛 蜘蛛操作一些 APM不够 可以 可以练习一下吧 啊 像我用蜘蛛不会出现这种烦恼的 啊 我的小蜘蛛都是编 编成这个 一般编成三号啊 三号 我们看下路 下路什么都没有啊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 我们这个时候呢 觉得应该放松一些心情 看一看小兵队 因为这个比赛呢 基本上一个比较 可以说天台方垂死挣扎的地步了 没什么太大看点 我们看一下小兵 欣赏一个小兵的这个挥爪动作吧 我们知道这个实际鬼有两种挥爪动作 一种是双手挥爪 一种是单手去抓 这个双手抓的姿势呢 我觉得还比较好看啊 这个也是大家 这个 宅男们比较喜欢练的这个姿势 啊 这个单手的话 一看就不是最大伤 这边这个塔也没人 这个要被拿了 哎呦呦呦呦呦 没了 跳过来 转窩啊 这一刀跟一个狂战一样 也算半把狂战了 超级这个转还是非常猛的 我们看这一波 有时想 来边也去逛一逛 找个这个破高地 冰线位置还算不错 We hope you enjoyed the play 啊 You are my I am.com 是吧 这个斧王还还在这喊 喊广告呢 应该是插件上带的吧 那就是比赛快结束了 一般打水印的时候就是快结束了 好了 我们看这最后一波团战怎么打 欣赏一下这个最后的一波毁灭吧 四个眼 阿萨的蓝不够 蓝都用来干什么了 准备 逼过来先手阳柱的smail smail就是阿萨特 阿萨特就是dj dj就是smail 吐一口 诶 这个吐尾了 光哥丢人呐 好 顶起了 我们看 这个船什么时候砸成关键 站到高地甩船 不要给别人视野 至于小猪猪A 小猪猪出来侦查的 很明显 这边打了小人 死灵术 这边这一波可以考虑冲了吗 我们看什么时候冲 点住 快行斧 这个船 撞 这个船还不错 算撞住了 吸把甩一下 cm倒了 怕个血也不多 蜘蛛还是竟然 利用大几秒 啃死了一到两个人 诶 这个没啃死cm cm活下来了 这个很悲剧啊 这边在追着腐王点 但是呢 阿萨特的饥渴了 点一个战斗饥渴 那么这边是 哦 他也跳了 直接斩掉了 非常漂亮 叽叽了 好了 我们怎样要总结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呢 MAP 毫无疑问啊 是机位这边的QOP 腐王 你记住船长 穿上cm也算 但是最出色肯定是QOP了 QOP跟腐王这两个人 船长这个大 有的时候放的不错 有的时候放的一点水 这个大 我建议大家团战的时候 一定要作为先手放 做后手放的话 最好是不要你冲上去再放 你冲上去一放的话 那个位置明显是靠后的 砸不到团战中什么人 只是一个加速效果 这就很 就我觉得损失还挺大的 能作为先手最好 那么比赛呢 我觉得前期呢 蜘蛛打得还不错 前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呢 由于这个去憋子院去了 然后呢 憋子院的时候呢 起方的push又没有打起来 这个优势就慢慢的损耗掉了 反而QOP越战越勇 出了羊刀之后呢 基本上去没有 立刻就压倒了 天天方的阿萨的打得也不错 神剑也有几出 但是呢 这个 最终不能够带领队伍主要胜 如果你这个不是泡沫 你这改成一个 呃 什么巨魔呀 什么乱七八糟这样的人 呃 什么TB呀 估计可能就赢了 毕竟白虎也是难 很难服得起的一个后期啊 不是那很稳定的战装 好了 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当对面有一个比较稳的后期的时候 呃 毕竟有一个中期 像QP这样的英雄的话 你中期的push 如果打不起来的话 嗯 让船长这样的英雄刷起来的钱了 你后期就没得打了 而且我们知道 蜘蛛的黑光一用月尾 啊 运用到几次之后发现就不行了 最后连个CM都搞不定 被CM带着就反杀掉 这种局面 希望大家不要再出现天天方两把蝴蝶 看来这个蝴蝶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嗯 两只蝴蝶是吧 好了 各位再见 我是嘉宾 那么希望你多多关注我的解说 多多关注3w.dota.cc 多多关注掌门人网通 这个 这个 这个网通房的开放 以及这个掌门人1.20dota 双线机房的开放 好了 那么各位再见 我们下次再会